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折舞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议题 志军区在习 志军区在习的正经脉络解析 那从这个题目大家都觉得说 在习 表示他曾经来过 他曾经来过 后来又消失了 他现在又来了 那他为什么突然间又来了 我觉得今天大家来听是最热腾腾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他一直都没有改变 内容都没有改变 在马英九时代 这是他重要的国家的经济政策 因为这个重要的国家经济政策 就演发了一个跟胡马娃一起 演发了一场很大的学运 很大的公民占领运动 那今天为什么说热腾腾的 因为礼拜一听说立法院 经济文会又排胜了 又来了 那到底他是什么 他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我今天邀请到重量级的 国内的经济学家 林向凯老师 林向凯老师 这次邀请示范区 现在邀请示范区 现在邀请示范区 更加的明确 以前只是示范 其实也不叫示范 他就是这样应干的 那现在就直接叫特区 叫特区 好 那 不免除了问大家一个问题 第一次来折舞的请示范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有话常来 这个折舞就是让大家有一个空间 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谈 很严肃的议题 这个事情也不严肃 对我来讲 我当然觉得很严肃 我就 我讲完这个小故事以后 我都把那个麦克风交给老师 我接受 我上个月到中山大学去有讲演讲 有没有学生就问我说 诶 那个说老师 你对自经学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说 我其实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对自由经济这个事情的态度 为何 这是价值层面的显示 你要注意思考 那我又问了一个问题 你觉得 你觉得 医院 可不可以像 鸿海一样 三十三位 八十股票 我看到有人摇头了 我看到有人摇头了 对 我每次问这个密集的时候 很多都会摇头 对 为什么要摇头 我们可能有一套价值体系 接受到这样的结果 因为 如果医院发行股票的话 你买医院的股票 你他喜欢他涨 他医院涨的话 到底是谁受害呢 这其实是有一套价值体系 在那边辩论的问题 那 治经区 运气 医疗业 所百分之百盈利化 在特区里面 好 那有些人有请 特区在哪里 哇 那就可怕了 那就要交给老师去讲 因为特区在哪里 才是 才是 魔鬼藏在细节里 所以说 到底 到底 他的特区 是在 我们期待所在的这个地方呢 还是 我所不在的 在你身边 都是特区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 有没有跟你的价值是相违背的 有没有跟你对一个经济发展的想像是相违背的 我们就热烈的欢迎 林山凯老师 来跟大家 好好来谈 资金区 他们上一次的 上一次被我们打下来 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子 上一次是真的被大家的力量打下来的 那这次又在袭了 那我们怎么办 那就 这个内容 就整体的这样的一个 不管是经济学上的理论基础的跟论述 以及说 他实质上未来对台湾的影响 比如说 中美 他是不是中美贸易的一个退路 还是说 我们 要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 当成台湾的经济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吗 我们就欢迎 欢迎 谢谢你们的手 掌声欢迎李老师 来给大家说明 这个 这个 台湾的大学生到哪里 很多都是高中 这个也是一个希望 但是也是一个大学生 我很高兴有台大法律系 因为过去我在台大法律系 财经组交经济训练 交很多年了 我一上来我跟他讲 因为台大法律系 财经组 这不是针对个人我自己 台大法律系 财经组 财经法组 我说 这个全国第一志愿 都可以立志当大法官 大律师 大检查官 但是绝对不要立志当总统 这个就表示台湾法学标语出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第三个台大法律系 在当总统 看台湾的 没有战略 没有决心 没有勇气 一代比一代长 这个我不是党派的问题 这个大家可以观察 我还是要讲这个 这当然 不讨好 但是 开学讲了 结尾也讲了 不要立志当总统 你看 20年到现在 2000年到现在 台大法律系的教育就有出问题 真的没有决心 没有意志 没有什么都没有 很容易妥协 那这个 还有我现在讲了 没得忘记 刚刚讲到最低工资 台湾不叫最低工资 基本工资 基本工资 最近 假如各位去看 经济学人 有一篇 有一个经济学家 叫Kruger 等一下讲的Kruger 不一样的Kruger 他很年轻就过世了 他是利用 经济的资料 来印证 最低工资 工资 对就业 对经济发展 都没有影响 因为经济学家 听到 这个最低工资 或是基本工资 要上涨 就马上讲一堆 就是影响到经济 一堆 他的做法 我稍微讲一下 因为这个在场 他的做法很好 就是我们在医学 或是在药学界 都有对照组 他把那个 把一个样本分为两组 这一组 就三餐吃某种药 另外一个对照组 就不吃 这个叫Differency Differency 这一个 研究方法在医学界 是很常见的 用对照 就看一看 这两个组的 那个很多的差异 是不是因为这个 不用某种药 或接受某种疗法 而有差异 当然后面也需要一些 理论跟统计分析 那一个经济学家Kruger 他就也是用这个idea 因为美国过去都是联邦规定 最低工资多少 后来长期不调 或调太慢 所以各州开始自己跳 他有一个有趣的是 纽瑞士 纽瑞士有跳 Philadelphia 在附近就是 应该是讲 那个宾州 Pensipania 没有跳 所以他就研究 纽瑞士跟 Philadelphia 一个调了 基本工资 最低工资 一个没调 两边的就业 或是经济表现 有差异 没有 所以这些都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台湾你就看到 主流经济学家 他也不是主流 那个也不叫主流 就是讲一些 是是而非的道理 让你觉得 不知道怎么跟他反驳 所以我今天一开始我讲 其实民进党 这个困境 他的 那个经济自由化 民进党是不太敢反对 经济自由化 也讲不出来 也反对不出来 他的真正原因在哪里 被政治民主化绑架 因为在 简言前后 国民党长期执政 外来政权 长期在执政 执政那么久了 他们发现一个问题 他用党国资本主义 控制整个 做一个资源的垄断 所以你政党的 那个竞争 当然不公平 不管是在政治上 经济上 所以当时一些 自由派的经济学家 现在都还活着 他就说服民进党 你要执政的机会 或是要政党人体 要政治民主化 第一个你要打破党国资本主义 党国资本主义 党国资本主义 解除管制 党民企业 都是这些 都是经济自由化 所以一开始 这个议题 在那个时候不对 所以我这边讲 转型正义以后 现在已经在进行 至少已经踏出 过去只是一个 只讲不错的阶段 现在已经在启动 经济自由化 不等于民主化 这一点一定要掌握到 这一点没掌握到 只要有人跟你讲 我们台湾不是政治要民主吗 难道你就反对经济自由 这两回事 在现在已经不能化上本 这要特别注意 这个可能我没时间讲 这个要 这个障碍要破除以后 你才可能高升降 经济自由化 经济自由化 跟民主 在现在 应该是两回事 也没有什么 因为民进党很多 都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五言一会 但是这个很重要 我现在开始讲 只要你各位看到 这个英国首相 她的妹在英国国务会 四次投票没有办法过 内阁制 你是最大党 但你为什么没办法过 因为她的最大党是政党联盟 政党联盟里面有一个党 叫DUP 是北爱尔兰DUP 那个主张可以英国 是形成一个联合王国 她反对跟爱尔兰共和国 政治上的不管整合或是怎么样 所以她绝对反对脱欧的方案 因为脱欧方案里面有一个 在一定期间的 不会设立 一个她叫Hardful的 有检查 有管制商品 反正她 这一个她没有 她反对 为什么 她认为你北爱尔兰 跟她假如没有一个真正的边界 不管关税政治上 北爱尔兰跟爱尔兰很容易就 在政治上久而久之 就可能 那个 就会改变 所以DUP的反对 其实是一开始她反对 所以造成 英国保守党 她那个时候没办法有多数 当然英国保守党里面也受到选区 有了反对脱欧 但是最关键就在那里 所以到现在那个 欧盟也没有 欧盟也很炸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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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资金区到底要怎么划 自由经贸 全台湾自由经贸特区吗 还是 还是针对某几个 还是针对某几个 我记得那个 1999 公元2000年 2002年的时候 那个全民进党主席 施明德也有参选高雄市长 她那个时候就提出来 高雄自有经贸城市 那时候我就问她 你知道怎么弄 你既然也没有地底上的隔阂 fluor了 那你要把高雄多用灰錶汇墙 箭 PCR 岖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了解 我 因为到现在 因为最近 忙于种菜 所以我也 再注意这个 这个方案到底 是什麼 是全台的經貿 自由經貿區呢 還是要針對某一個特區 這個要注意 這個就是我一開始的講法 你在高雄 你也不可能畫這個 進來在高雄的 那它的有稅制也不一樣 或是從高雄進來 中國人從高雄進來方便 但是你說你怎麼管他到其他地方去 台灣的其他地方 我覺得這個很大問題 好 這個是接下來 這個在經濟學界也有很多的討論 自由貿易是不是經濟成長的萬一代 我先講答案不一定 不必難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最後我這個至今區對誰有利 因為從那個EGFA EGFA叫做兩岸協議 從EGFA我們就開始有幾位經濟學票 四位反對 所以EGFA當時在社會沒有公平 我們反對大家覺得還有期待 後來到了一三年的不貿協議 那個涉及的商品 是人員跟資金 大家商量 自由經貿特區 我想當年啟動感 現在又來 我想民進黨 除非他真正體認到 他要跟我講台灣經濟哪裡 第二個 自由到底 經濟自由化是經濟成長的萬一代嗎 台灣一路走過來跟韓國相比 兩個都是自由貿易起家嗎 這完全不一定 就是整個被意識形態綁架了 所以至今區對誰有利 後來我們就在台灣北正本來要出一本 出了沒? 達克文 自信區 我忘了出了沒?太久了 對 太久了 那裡面我提了幾個 我們擬了幾個問題 把馬明九說法我們做了反駁 我今天也把這個 這個大概就不出 這個大家看應該也知道 所以我今天的這個希望講的就是 要把這個自由貿易或經濟自由化 到底是什麼? 是萬寧難嗎? 這個你腦袋裡面 沒有辦法有這個堅強的這個信念的話 很容易被人家的力量 國黨 再下來 全球化 全球化其實啊 跟經濟霸權的關係 從19世紀英國 20世紀美國 現在中國的中國霸權 經濟霸權一帶一路 這個都是連貫的 霸權的後面是什麼? 他用他一套的意識形態 要叫其他國家接受謀做 經濟運作的原則、法則 中國有中國他的邏輯 美國也有 但是我們台灣變成全球化囊囊上口 不知道歷史 然後就好像一支音符一樣 路人叫全球化、全球化 他也跟著叫全球化 你問他全球化 他會講全球化 他不知道意思 好 我們先看一下 一次戰遣全球化的現象 這個大家都不去歷史都忘了 所以看到全球化就覺得是 這個是1990年代以後才有 其實不是 第一個我要講 全球化是二次戰後才有 不是二次戰後才有的現象 真的 在金本位尤其19世紀到一次戰前 這種類似的現象出現過 全球化也不是全球經貿體系的常態 你把歷史拉個體示器來看 這個自由貿易不是常態 贏的國家叫別人自由貿易 他自己並不一定有 中國、美國、英國也是一個標準的地方 所以一次戰前 這一次的全球化是以英國為主心 然後主導權、遊戲規則是在英國手中 那我們先看一下一次戰前的全球化現象 第一個貿易自由化 這個現在大家都 其實這個在一次戰前都有 什麼叫貿易自由化 你貿易不管是什麼就是出口、進口 跟你的經濟活動那個比重越來越高 持續上升 這個貿易自由化 這很好喊良 出口加進口 除上你的經濟活動 你用GDP喊良 什麼喊良都可以 那個比重持續的上升 但是在這一次我剛剛講過 英國主導 英國它需要的是什麼 生產製造所需要的原物料 所以各國出口商品 跟第二次不一樣 是原物料的非競爭的商品 非競爭性的商品怎麼意思 我這國家擁有很多煤礦 那個不是我的勤奮或是發展策略隊 我就有那麼多的煤礦 有那麼多的鐵商 這叫非競爭性的商品 所以輸出到煤或是鐵 輸出到英國棉花 這些都是 所以各國商品 以原物料等非競爭性的商品為主 這個是一次商品自由化 貿易自由化 好 第二個 它是跨境人口移動很多 那個時候對人口的管制 有些國家 反正它需要勞工大量的 美國也是個例子 所以你看 美國在一次戰前 美國新移民人數佔美國勞動人口 那一段時期 增加量裡面的24% 是由這個新移民來貢獻 這個大家有一個概念就好 資本自由移動 大家說這個資本自由移動應該是最近才有 其實在一次戰前 英國進資本流出佔GDP 比重比戰前還高 戰後還高 它需要很多資金 到外面到各國殖民統治的時候 所以它的 所以這個資本自由移動 人口 可以跨境自由移動 貿易自由化 這個是一次戰前的現象 好 這個就來了 你假如去看那個 我覺得大家去看一下 包括我們在清國時期的鴉片戰爭 那個也是貿易自由化的一個環 因為那個時候 應該叫中國 清國跟英國的貿易 英國有很多貿易逆差 它要進口到茶葉 它想到用鴉片來平衡 中國不開放 所以它怎麼樣 這樣下去 你不要這是貿易自由化的一個環 他說貿易要自由 所以一次戰前 我都講這個經濟霸解 它推動的商品 人口資本的 自由移動 不是市場力量 不是我們現在講 我們全球化就靠市場 市場就可以自然的運作產生 它是軍事力量 你去看很多啦 包括日本 很多這個亞洲國家 或其他的國家 開放它的國內市場 都是迫於英國的軍事力量 所以接下來講 所以在一次戰前 實施自由貿易的國家跟地區 是出於被迫的 都不是自然 沒有 你想想看 為什麼我一個國家 要把所有的東西都開放給你 這個時候在台灣 這個好像開放就是 我在無言言對 所以英國透過殖民主義不平等條約 對我剛講的 要求開放 但是你去看研究 當時英國的 這個 它的產業政政 它的關稅還是非常高 它的很多貿易障礙 為什麼 它利用這個來發展它的產業 然後把這些工業品 輸到它的殖民地 這裡面有一段 在歷史上有一段 那個是一個美國的一個部長 早期的時候 對 英國那個大臣 他講了一句很經典的話 他說啊 那個時候美國還沒有那麼強 他說 其實英國不能讓美國製造 那個釘馬蹄的鐵釘 那個一定要由英國出口 不然英國的這個市場在哪裡 他說就連那個釘子 都不能讓美國發展 所以你可以看 沒有這個自由貓語不是 這是 這個 如大家想的 對什麼好處 為什麼英國不清楚 他會掌握到原物料 掌握到技術 他就想利用這個來壯大自己 他還要有市場 他最好透過殖民主義 不會讓其他的發展 這個是一次戰前 二次戰後 就大家很清楚的二次戰後 二次戰後 其實美國那個時候 他已經開始要主導 所以他透過GATT 就是關稅 還有貿易總潛力 這是WTO的前身 GATT彈漢 其實在那個時候 貿易自由化在已開發中 已開發國家已經有進展 大家同意要開發他的市場 也就是在60年代 70年代到80年 那個時候 亞洲四小龍是利用 已開發國家 他的貿易自由化 他把商品可以輸入 輸出到那些國家 這個跟我們想的貿易自由化有太一樣 但是那個時候 保護主義跟國家干預 還是存在在大多數的一個開發中國家 這時候有兩層 已開發國家 他們之間 大家講好可以開發國內市場 亞洲四小龍就 那個時候 願意採取出貨導向的比較少 所以就可以進入這些 但他們自己國家可能是沒有什麼開發的 好 我們看一下 那個時候的 戰後的全球化 第一個 貿易持續自由化 這個沒錯 貿易持續自由化 但是這一段時間 貿易自由化 出口的商品不一樣 剛講的是 非競爭性 我出口原物料 這個時候是 依照你的比較利益 像台灣 我的這個商品 比較便宜 勞工比較便宜 商品比較便宜 所以我出口 勞力密集的產品 它出口的意思嗎 競爭性的貿易產 你也要有競爭性才可以出口 跟上一次的全球化不一樣 第二個 資本跟勞動跨國移動 它有出現不對稱 資本移動還持續的 越來越來越持續的自由化 但是人口移民 它的限制 這個不對稱 這跟上一次不一樣的地方 還有一個最大不一樣 以開發國家 它政府的角色有改變 第一個 它就是我剛剛講的 貿易自由化 你要把你國內市場 要允許國外的商品進口 所以它就開始 降低商品進口的障礙 第二個 這個是GATT 在以開發國家裡面 大家談好 減少資本管制 外人投資的限制 這個是以開發國家 透過GATT 有初步的進展 第三個 因為這些國家已經開始允許 其他國家的商品輸入 這個時候會對很多 有一些產業的或是勞工 他的整個工作的權益受到影響 所以要建立普及性的社會能力 確保 這個應該講 全球化都一樣 全球化起來基本生活的權益 因為你讓 你的相互依賴程度 一個經濟體系 相互依賴程度越高 一個風吹草動 很容易 所以 對國內不同的階層造成影響 對他也進入一個風吹性 所以社會福利支出 占政府總支出的比重上升 看一下這個 這個我把它整理一下 一百點 二十三號外面國家 這個大部分 這個全部都是以開發國家 你看一下 這個藍的就是 淺藍的就是1880的數字 就是 舉例 就是國防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比重 這個30 就30% 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 國防80以後 第二個這個 1938年 就二十大戰之前 這個肉社這個1989 所以這個是三個階段 我們看一下 國防 因為 到了第二次大戰以後 基本上 雖然有人站 但是 這個 國際的和平 看起來比較整個政經的比較穩定 所以你看國防 到佔政府的總支出 比如1880 30% 降到不到10% 一般正式 行政有效率 政府怎麼樣 所以一般正式也下降 經濟發展的比重呢 大概為止 差不多了 最顯著你看到 社會福利 所以從1880不到4% 到23前 23左右 戰後到一半 所以這個 這裡面最顯著的 教育都還好 所以這個 有些東西你要跟這個主流 主流經濟學家 可能他也反對社會福利 什麼都反對 最好政府都不要 但希望有兩個政府 我一個同事已經退銷 我每次都要講 他竟然在某一個報紙 一個小專欄上寫 寫什麼 他多麼希望台灣的政府 像百貨公司一樣 我愛哪一家我選哪一個 我當時還真的沒有辦法 反駁他 他說這個不是市場競爭嗎 他說這個不是市場競爭嗎 我從此以後 我怎麼跟你變 真的我愛變 但是你用看這個 很多圖你可以改得到 這個社會福利 他們也反對社會福利 我跟你講講為什麼要社會福利 基本上他們認為勞動只是 勞動只會是商品 人家不要的時候就丟掉了 很可能這樣 對 這個要跟他們變 很多東西都不要變 就是不要理解 他這些人都綁架了全民進黨 現在的政治要來 都是這樣 他有點自由化跟政治民主化很高 比較晚 好 還有第三個現象 這個在巴黎年代 因為巴黎年代 在假如初期的時候 哪裡美洲國家有外財危機 就是巴西那些 好 美國學者 John Williams John Williams 他提出的叫華盛頓共識 因為在時候美國要處理 美國銀行受到影響 因為他們借的都是短期的 由美國商業銀行發行的債券 但是沒有辦法對線 美國學者提出的華盛頓共識 這個共識 他認為開發中國家 要做至少要做這些事情 第一個 維持財政紀律 他說你們稅出稅路要平衡 這個還好 但是他也不太清楚 政府是亮出圍路 他們真正希望是說控制支出 然後不夠就徵稅 所以接下來是減少對公營事業的補貼 因為大地美洲國家 他對公營事業的補貼很多 所以支出這個控制 他才可能一定來 推動公營事業民化 民化 民化是他在裡面的 華山頓共識裡面很重要的民化 為什麼 美國很少公營事業 所以他在美國想的 就要幫他加助於其他國家 這也是一個霸權 稅制改革 避免加稅 他認為稅太高 你看這一些東西 現在都是台灣 台灣政治人物已經 已經認為這個理所當 由市場決定利率 因為在發展過程裡面 這個利率 你開發國家 當然市場決定利率 但是開發者國家 一般來講 政府的開運 鼓勵國民儲蓄 商品進口自由化 你不要為了保護你國內的產業 不讓外國商品進口 開放 資本章國際化 也就是你外匯不要管制 簡單講 開放外人投資 解除政府管制 確保私人才會 這是華盛頓公司裡面主要的 只要你要仔細去看的話 我這個很久了 我今天把那個找出來 這還蠻有意思 因為裡面有一波的手幫 以前總統寫的 所以我才會覺得有意思 他有寫了一本 二十一世紀 台灣要到馬來 那李總統說 他都叫我們校園 處理幾張吧 我來看一看 看一看啊 我寫的部分其實很少 看了以後 我嚇到 我跟李總統講 我說你這個要 這個邏輯上也不能 他裡面啊 其他有一個人幫他寫 寫到中國崛起 我說中國崛起 你假如沒有任何論述說 他崛起以後會對什麼什麼影響 那你就認為中國就是以後的應該就要應付他嗎 隨著他來發展 我說中國絕景 這個是一個問號 而不是一個必然 但是李總統說 我幫他寫了一張版 裡面有這個比較 華盛頓共識跟北京共識 那個時候還沒有一帶一路 北京共識 那個他也要依照他的經濟發展成功 那個時候他用了成功的模式 他要求其他國家的 這都是霸能 美國就提出華盛頓共識 這個大概有這幾項 貿易自由的話只是裡面一個 大部分都是要求國內的政經改變 這個華盛頓共識 我都把它認為是 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微信價值 你去看所有討論這個東西 一定裡面多多少少都有 然後我這很樂器講 幫美國霸權 還有他的跨國金額 做一個合理化的基礎 他也要搞全球化 他的全球化 依照他的 他一定要以華盛頓共識 為大核心價值 他來推動 跟英國的開義 所以美國在80年代末的時候 他就強力推動 然後要求開發中國家 要採取這個 以這個華盛頓共識做的 發展模式能源 原則 他論述很簡單 等一下我們會看 他說亞洲四小龍在70年代 之所以能創造經濟奇蹟 就是依循這些原則 制定這些 他把他簡化成這樣 然後我們現在也都是 但是 現在你看很多 所以因為要來 我這個種菜之遊 我就去看那個 看了一本書 那個 中雲院的院士 您過世 洗目完寫的 他在寫的時候 他其實 他其實 充滿的 一下要政府設立 這個 運用外匯 來做企業轉型 然後又要自由化 但是 他在這裡 他有哪一個大問號 自由貿易 是亞洲四小龍經濟機 那個自由貿易自由化 應該是講歐美的貿易自由化 然後 我們充分利用了這個機會 然後加上政府的一些政策 是對的 造就亞洲四小龍經濟奇蹟 也不是 那麼簡單講 自由貿易的經濟發展問題 所以 他在90年代 透過 MF Worback 跟WTO 要求的開發中 最好採取的 等一下我們等一下會來看 亞洲四小龍是不是這樣 英美這兩國 你去看它的歷史 它從來就不是採取自由貿易 讓經濟發展成功的國家 它成功以後會要求你 開放市場 但是 它不是靠這個 你去看它兩國 這兩個國家在產業發展路徑上 它是高度的貿易保護成績 它成功以後 它就是這個很忘記 因為它要擁開放市場 它這個它就不會再講 當然我們這邊特別要強調 採取貿易保護跟補貼的國家 經濟發展不必然成功 但是成功的大部分用到這裡 包括台灣跟日本 這個很重要 大家現在把它簡化 簡化成自由貿易 這四個字 然後你更不知道還有一個 好 第二個很重要 全球化 不是必然 你去看這個 它是政治決定 就是依照人為的政策 人為的意志 我一開始講意志 你沒有決心 你把這個所有發展的 要怎麼發展 全部交給市場 那你把你就是沒有意志 韓國在這一點 它的意志 要比台灣建議更多 好 如果全球化 也是可以科技所推動 那你就不能解釋 1870比1970 還要更全球化 科技只是決定 全球化的 可以達到的發展的界限 範圍大小而已 它不是驅動的力量 驅動力量一定是政治 好 最後我稍微提一下 大家注意 中國經濟霸潛 依賴於 所以它自圓成功以後 它開始要對其他國家 不管非洲的 中南美的 它也要有它的歷史型態要穿 所以它有北京共識 北京共識上面有什麼 我把它整理回去 它就是跟華盛頓公司不一樣 不太平 但是它也有它的誤會 你要作為霸權一定要 你的歷史型態要穿 你一定要去 接下來 這個是過去 我們看一下 這個觀點很重要 其實你要是貿易自由化、全球化 對經濟發展有好處 對經濟發展有好處 好像認為 這個一定有必然觀點 你這個不打破 你也很難打破 資金區 資金區等一下 你可以看 馬英九的 他的謬論就是 全球化、經濟發展還有必然的觀點 你越全球化、經濟發展越好 誰講的 他也不知道 他隨便用一些 他的歷史 或是他的資料來解釋 所以資料跟歷史 在這個論戰上面是很重要的 你假如在讀那個經濟學院裡 因為是快退休才開始教經濟學院 以前都教那個基督系 裡面就有一張 這個是自由主義基本教育派一定講的 他說自由貿易什麼好處 他一定跟你講 他是一種技術進步 另類的技術進步 怎麼講 他說你看60年代 台灣 他們就利用勞力 我們勞力的這一個品質不錯 然後比較低廉 工資比較低廉 所以你就利用這個 這一個優勢 有比較利益的 生產具有比較利益的 仿製品當美出口 當然你不會比日本好 也不會比歐洲 歐美的國家生產的仿製品好 但是要比你好 取得外匯 然後呢 你用這個外匯 對 當時有規定 外匯不能進口奢侈品 不能幹什麼 所以你只能進口 性能好的 機器設計 品物量 品質比較好 然後你加上你的這些勞工 你生產更多奢侈 這個像什麼 這個為什麼像技術進步 我再會講 你看 這個時候想要這樣想 我等於是把我勞力密集的產品 像紡製品 換成什麼 我要經濟發展需要的技術 知識 你就透過這個貿易 你能夠利用第一連的紡製品 出口 換到你要的生產的技術跟知識 就提升到你的整個經濟 就好像台灣就發展了新的技術 技術有進步 透過貿易 所以貿易是一種技術 這個在教科書裡面 這段看起來是ok的 但接下來就不一定 接下來就是說 然後第二段 他說貿易 這樣你看貿易可以 如同一個技術進步 讓經濟能夠生產效率提升 可以生產更多更好的場景 所以貿易欲自由 這種技術進步的效果越大 有沒有 這是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問題 前面那個 那個還可以接受 但這個是一定這樣嗎 所以他開始就講 一定要貿易自由 這才有技術 我們現在先 接下去講什麼叫貿易自由化 商品 可以跨國運動 全球化裡面 除了貿易自由化 還包括這一般都用詞有點 有點困難 生產要素 資金技術 好嗎 所以我們等一下討論的時候 貿易自由化 大概我把現場的商品 看 跨國運動 他是講貿易越自由 這個效果越大 是這樣嗎 這個弄得很簡化 然後你聽完 是有技術進步 可以 可以接受 然後下一個 越自由 效果越好 然後你覺得 你不知道怎麼反應 這都有前提 貿易對雙方都有好處 要有個條件 公民貿易 現在都沒在提 都是free trade free trade 但是一定要公民貿易 一個前提 不然會出現 Timberman 這個是那個 永威力 叫諾貝爾 因為第一屆的 他在一九五幾年 就提出來 負面的經濟整合 他說經濟整合 就是貿易自由化 並不一定 對雙方都有好處 因為我們只要 你去看那個教科書 他可以講 有比較利益 這個透過貿易 雙方都有好處 他說不一定 為什麼 第一個 經濟學裡面 最不談的就是制度 最不談的就是法律 最不談的 他認為大陸一樣 都很相似 你注意看經濟學裡面 都假設 貿易的雙方 或是兩個國家 他的政經制度 都其實都差不多了 人也都一樣 沒有 沒有 貿易雙方的 勞動基準 跟環境保護標準 要相似 我一個國家 完全 不注重環保 沒有環境的保護標準 那為什麼 我的生產成本當然低 是一樣 我生產的 成本低 我已經請教到另外一個國家 這個叫做環境生態 請教 勞動也是一樣 小一個國家 他的勞動的基準 非常嚴格 標準嚴格 另外一個國家 都可以 那當然都可以的 他的成本一定低 他生產的成本 賣到那個國家 當然很好賣 這個時候 就發生 勞動的 labor dumping 所以 我不知道那個 民主黨有沒有 講到那個 很多人講 民進黨都一直在講 一直沒有做 馬英九講了 但我覺得奇怪 要什麼 外勞的薪資跟 基本工資又拖勾 有沒有 為什麼都沒有 你的獎 從2000年獎到現在 誰反對 美國反對 你做 每一個國家都做 就來這個 labor dumping 因為台灣的 就是工資貴 其他的都會比其他國家強 你讓他這樣拖勾 不然你從阿扁時候到現在 這一屆政府應該比較強 我剛才講 很白啦 你可以講 但是美國有反對 那就不要做 這個都涉及到 兩個國家 很多的法規規範 規制的時候 這個貿易 就不會吃風格 這第一口 這第一口 這個 在 最近那個人很紅 Rodrick Rodrick 以為他寫一個 將近二十年前 他寫一個 全球化是不是已經過頭了 那本書很薄一本 最近要寫一個 trick 那個 他認為那個 過頭 這張本書 可以看 看你那一支長掉 因為他老實的關係 好 第二個 我講的 你們在 經濟學 不管是大一的 或是大二大三的 經濟學都很簡單 Demain surprise 用比例化 就這樣 一個Demain 一個surprise 中間那一點 就是價格 這一點怎麼化 他不會跟你講 這個就是Demain Demain就是 價格高 我需求減少 Surprise就是 價格高 我供給增加 兩條一焦點 Demain surprise 但是這個Demain surprise 怎麼產生 每個國家是不是一樣 都沒討論 所以大家都這種 Demain surprise 其實一個國家的市場底細 它受到法律下過 我講一個例子 台灣的市場 兩千萬人的市場 我們的汽車個人擁有率高 為什麼你看全世界的石油公司 都沒有來台灣賣油 只有兩家在賣 還有地下油 三家 為什麼 這個就是你的整個供需 你的收到法律 我們市優管理法裡面就厲害 你在台灣有面資設備的 你可以享受 租稅的優惠 其他的來賣油 我只來賣油 我也不想生產 法律架構決定了Demain surprise 法律架構決定了Demain surprise 那條現的位置 形態 政策 所以這個Demain surprise 假如後面形成的法律 決定這個Demain surprise的法律政策 都不一樣的話 還是叫Demain surprise 但是位置差很多 然後你一貿易就出問題 這個經濟學家你會跟他講 這個我不管 就Demain surprise就畫了 好 最後這一點很重要 雙方的價值的ideology 政經制度不能有太大的差異 現在中美貿易戰 其實就是這個 你不要講其他就是這個 他認為這個好的 另外國家認為這個怎麼樣 不對的價值 一定要正經制度 假如這些條件都沒有成立的話 貿易對雙方 可能有一方有好處 甚至兩方都沒有好處 成本太大 交易成本太大 這個前面不同 我們講到後面 這個中美貿易戰我來看 就是負面成本效率多大 對不對 威權中國隊 財產權隊 很多都跟美國相好不一樣 你不能用這個來 有人就說 現在美國最主張自由貿易沒有 美國常常也沒有在自由貿易 為了他國內利益 他不會有什麼自由貿易 但是這兩個中美貿易戰的問題 負面經濟整個效益太大 所以他社會有壓力 所以他社會有壓力 不然你想想看 他那個特朗普 他提出很多 跟經濟學那個主張自由貿易的 貿易自由化完全不一樣 美國那些學者有沒有講 不知道怎麼講 他其實沒有 這個負面經濟整個也要特別注意 台灣跟中國的負面經濟整個沒有 還有他的size不一樣 差異更大 中國制度上最大差異在哪裡 中國利用台灣民主制度打民主內戰 本來只有兩個在打 後面還有一個 你知道這個 那你就很難打 你注意一下 所以這個還有一個 會員國的 你看WTO 很多人講WTO 既然有這個架構在運作 為什麼現在還是簽FTA FTA在簽的都是價值裡面 什麼比較經濟運作 還有原則比較接近相似的國家在簽的 WTO是不管你自己開發 包括國務開發中全部又一套規則在弄 那個負面經濟整個沒有很大 所以 WTO不能成功運作 只是會員國的 體質 體質差異很大 你怎麼弄 這個很多經濟的國家有附約掉 他弄我簽FTA 他也講不出來 你看到別人簽FTA他也要簽 其實FTA比較好運作 怎麼樣 大家找一個秩序相合的 大家打 布蘭妮邊家打籃球 他一個是沒規則的 規則是你不一樣 你怎麼跟他打 他打一樣 遊戲規則的問題 這個講到最近經濟學 有一個叫MMP 那個經濟 Cookman就罵他們 這個有一個什麼 美國有什麼game 那個game的一個特色就是 隨時可以改變 有史規則 這個很難用作 但沒時間 主張 所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 他就簡化成 自由貿易是經濟發展成功的關鍵 他認為貿易有助於 價格技術進步 所以貿易越自由 這個效果越大 這個是大汙 那亞洲四小龍 採取貿易自由 所以這個是經濟成功的關鍵政策 Logic就剛剛提的 他講起了兩本很有名的書 一個是全球化 在二十幾年前寫 全球化是已經走過頭了 那個時候講這個都像那個黑烏雅 最近有寫一個比較厚一點 他認為 自由貿易不是持續經濟成長的可靠經濟 你只要完全開放 那個貿易還是有一個進步 有一些東西還是不能移動 你不可能 所以這個貿易有他的極限 自由貿易有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所得財務差距最大 所以政府的那個 他的角色 也要加重 第三個 因為你自由貿易大家相互依賴 尤其小型開放國家 受到國際政績因素的衝擊最大 沒有自由貿易 沒有自由貿易 你聽臺灣講的自由貿易 完全只有好處沒有好處 那不可能 所有東西不然 為什麼叫政策 政策一定可以去 因為一定要有取捨 他提出來 99 什麼叫貿易政策 貿易政策跟貿易自由 那個也不是一個等號 貿易政策有兩類 一個對外取向 就是 推動跟其他經濟 其他國家 他的貿易往來 這是一個 另外一種是對內取向的 應握投資 提高關稅 限制外人投資 對內取向 主要是要維持 一個經濟體的一個 經貿自主性 第一個 對外取向的是 透過開放 能夠讓這個 自由化 所以自由化跟這個 經貿自主 它之間一定有一個出現 要一個平衡 這觀點很重要 我們現在看到的 貿易自由化 從來沒有談到 依賴 也沒有談到 你只要經貿 沒貿易自主了 那你怎麼辦 都沒有 只是貿易自由化 你問他貿易自由化 他還是講貿易自由 所以他自己講貿易自由 自由貿易做成長的動力 我這知道 為什麼要這樣講 回顧一下 台灣跟韓國發展就知道 就不是以貿易自由化為 推動的方向 因為貿易政策 不是單純的自由貿易 他不是來講貿易 貿易政策裡面 就是你要允許什麼商品出口 發展什麼商品 允許什麼商品進口 要幹嘛幹嘛 其實這個 有兩類的政策 一個進口地帶 你原來要進口的商品 你自己在台灣 自己生產 然後替代進口品 一個出口導向 就是我生產商品 就是賣到國外 這個一定是交互運用的 不然政府有什麼好做 完全出口導向 出口導向 你的所有比較利益的 用完了以後 你還是要去找什麼 下一個有比較利益 這個是政府要做的 我們現在好像政府都沒有責任 就喊一下貿易自由化 全球化 怎麼樣 他的功能就完成了 這個Kruger不是我剛剛講的Kruger 一個女性的研究經濟發展 很重要的一個 她是主張要出口導向 但是她在97年寫的文章裡面寫到 經濟學界普遍認知到貿易政策 貿易政策的時候 進口地帶跟出口導向 她的交互運用 她交互運用 到底怎麼樣policy mix才達到最好 她說大家知道貿易政策不是自由貿易 貿易政策跟經濟發展有重要的關係 這個在經濟學界五六零年代大家沒意見 到現在也沒意見 但是意見在哪裡 分歧點在哪裡 何種貿易政策是促進經濟發展 最有效的工具 到底進口替代跟出口導向如何交互使用 這個才是看出一個國家 他的貿易政策會不會成功 到了五六零年代 經濟學界的共識 所以你只要問 你現在聽到的就講到貿易自由的話 但是你只要去看五六零年代 經濟學界的共識 他認為經濟要發展一定要以進口替代為主 就是說我現在不能夠 後面會講到一個經濟學家 他就講最好經濟發展的策略 隨便取一個國家 韓國瑜最近有講尼波爾 啊 那麼尼波爾是在 他說這個要尼波爾馬上可以進入 開始發展 一開始學造飛機 因為飛機最精確最難 你造了以後就替代掉進口替代 他就講這個 他認為什麼 這個意思就是說 進口替代 你現在車子要開始自己造 飛機要自己造 這個都是過去不能生產的 這些要做 還有周邊的 那就形成什麼 工業化 他認為工業化才叫經濟發展 才有助於經濟發展 好 那你現在進口替代 你造個飛機 一開始也不行 那汽車也沒人要買 你開始要怎麼樣 貿易保護 要關稅 補貼 這是五六零年代 你假如去看 台灣早期也是先開始在進口 好 我們六零年代末期啊 亞洲四小龍市 剛講的GATT的 那個 開始 以他到國家開始 貿易稅 所以我們那些生產 他們已經 沒有比較利益的商品 我們生產 出口當然進去 賺到外匯 才有經濟奇蹟 這個很重要 所以一開始 台灣一開始 在美國顧問的這個建議下 開始出口導向 好 那你會想 出口導向 從六零年代末期到現在已經四十四年了 但是這個太簡單 台灣在 韓國也是一樣 在七零年代末期 第二次石油危機 其實在第一次石油危機就開始 他認為怎麼樣 這個 已經意識到 一直出口這個 勞力密集 商品 以台灣國家開始要射線 有沒有 我們有 紡織品不是有射線嗎 有談判啊 那個叫貿易自由 他也要保障他的工作機會 他要射線 所以也瞭解到這些 密集產品的 勞力密集產品的出口 也有他的極限 所以 第一次能源危機以後 不是推動十大建設嗎 到了第二次 這個都是要推動重化工業 你去看韓國 這個同時間也想到 重化工業 他的想法很簡單 我們過去 生產塑膠袋 或塑膠玩具出口 是不是以後 進口替代 我把那個塑膠粒 改了台灣生產 塑膠粒生產完了 再上游的原料 台灣可不可以生產 這個就 替代一些原來進口 鋼鐵也是一樣 這個 這個時候 雖然 整個 政策貿易主流 因為亞洲四小龍 有點經濟表現以外 他 他 由進口替代 轉變為出口導向 他認為出口導向可能是 貿易政策裡面一個主軸 先出口 讓帶動這個技術進步 讓帶動這個技術進步 再來 但是 你只要去看 當時所有的文獻 還是強調 進口替代的重要性 對不對 你想想看 你一支出口 勞力密集 你總不可能 叫勞動 這個永遠要維持低工資 對不對 你這樣想就很清楚 現在開始要出口了 想要紡織業 出口 表現不錯 很多人開始 是成立這個 支付工廠 那就要 需要 需要什麼 勞工 就要你開始要搶勞工 搶勞工 就會帶動工資上升 工資一上升 你的慢慢的 原來的比較利益就不出現 所以這個時候就開始要想 你開始要 原來進口的東西太貴了 所以我要自己生產 然後慢慢的 上野發展 這個是 在60年代 70年代的時候 出口導向 開始慢慢取代 進口替代 作為貿易政策的主要 但是 沒有 還是沒有任何國家 在實際發展上面 完全放棄這個 進口替代 即使亞洲視角 你看台灣 韓國都明白 假如你們有興趣 看那個三民書籍 就我剛剛講的 習慕凡月事 他在裡面 那個時候 他的紀錄比我們現在的紀錄 記憶還要清楚 他就講到 南韓跟台灣 台灣其實在70年代 80年代 還是一直在 利用進口替代 很快 我這邊講 研究東 台灣 他認為台灣 政府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管理市場 管理就是什麼 可以 誰可以做 誰不能做 這個 南韓 是透過保護政策 關稅 要用保護政策 把這個價格 進口 跟國內的商品的價格 給他做一個某種程度的扭曲 這個都是 他利用這個 這些關稅 提高關稅 或是政策干預補貼 比較 偏離原來有的比較利益 原來比較利益 台灣根本不應該生產鋼鐵 台灣根本不應該有 汽車工業 台灣什麼都不應該有 還繼續做 但是你要發展 要進口利益 一定要用政策干預 來背比這個比較利益 不然你永遠不要發展 所以這個國外研究 這個沒有 這個大家自己看 以前的問題 這個也不要講 這個大家自己看 我們這個經濟風險 在哪裡 在國家安全 安全就是維持經貿制度 跟開放之間 那個平衡點沒有抓到 所以這個是我們國家經濟安全 這個非常大的問題 我這稍微圖一下 但是我把我們的經濟風險在哪裡 過費依賴出口 你現在剛剛看那個圖 台灣只要出口率不行 經濟成長就下來了 這樣了 經濟成長的動力來源 出口佔了幾成 這個非常危險 你知道 所以天天這樣 執政者最好講的 就是說 他一開始講 國際政經因素不確定 風或什麼 所以導致我們經濟成長 不如人意 全部推給國外 但這個不對 這個你要想辦法處理 對進口人員 依賴的程度 我們對進口人員 有方向無決心 任何這種經貿自主力 提高自主力都有代價 你這要說清楚 一定要有決心 糧食自主力也不足 我下面只花一點時間講 全球化 讓我們民主制度 這個解決爭議的功能前後 其實這個概念很簡單 這個 在去年巴黎年代 兩個法國政治學者 也蠻好玩的 因為經濟學界裡面 有Elon Sneed 看不見的手 他要把這個 搬到政治民主制度來 他說民主制度 假如意見對立的雙方 基於智力願意跟對方對話 民主制度就是解決社會衝擊的一個最好的機制 他說這個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就像 這個經濟裡面市場機制 就是他能夠調和那次看不見的時候調和各方的東西 他是很熱感 腳這樣的話 我不要把後面講的都對 不對 不對為什麼 當然太熱感了 好 講那個以前我再講一下 民主化跟全球化的一個問題 因為剛剛講民主政治 他其實就是一個 透過對話 尋求共識 然後解決問題 所以 那什麼叫對話 就是每一個 在民主制度裡面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發聲的機會 發聲的機會 你說你是王永靖 你也有票 你是郭泰銘 不會因為你那麼多人有錢 然後你沒有 要出影響力的現象 每個發聲機會 這個對勞工有重要 或對經濟弱勢階層 他有一個發聲 我不要啊 我表達一直不一樣 但是全球化出現以後 多了一個問題 這一些 有一些人 像高科技 有企業主化 什麼 他有個出走選項 好 出走什麼意思 你可以看很多那個企業大佬 我可以談 他就說民主是誰 民主是誰 你現在不感覺到 當沒有民主就自己 那你要選通通也有點奇怪 好 當這個有出走選項以後 對這些人而言 他可以繼續發聲 在國內發聲 也可以選擇到出走 出走以後就不跟你玩 也不跟你談 也不跟你幹什麼 這個時候 這種對話機制都能回國化 然後民主政治的功能 就會受到影響 這我大概講一下 所以全球化以後 多了出走選項 發聲機會 就會受到影響 然後作為解決聰明的一個 機制 就受到影響 這個 這個 也都不是那個 主流經濟學家寫的 這個人 剛剛講 柯熙馬 柯熙馬很多 他是剛剛那個 Rogerick老師 柯熙馬還講到一個 我經常 因為我們現在最近不要 他說沒有經貿事主 就沒有國家主權 這個 我來講 他一定說我是你們 基本教育派 他來講 大家也不敢講話 他說沒有經貿事主 就沒有國家主權 一個依賴 像我們都依賴中國 完全經貿依賴中國 他叫你中 你是中西 就西 那你還有什麼國家主權 他裡面提出的概念很重要 他說這個社會衝突有兩倍 你實施研究好 他說有一個你是我國 就是heel or 然後後來 或多或少 more or less 他說這兩種 不是所有類型 對社會衝突 都有助於社會整個感覺 他說你是我國的 你是我國的 那個很難 像台灣也有你死我國的社會衝突 所以在講那個統獨 什麼假意 那個真的是我 我真的是 什麼叫假意 你今天要統要獨 決定 你的呼吸方式怎麼會決定 所以你死我國的這種衝突是部落 族群 宗教文化什麼 台灣就是國家的 這個 這個要怎麼解決 你說現在就可以解決嗎 其實我在想 純而不論 擺在那邊 那大家來解決 先解決 台灣社會還有很多more less 收穫 不然為了這個你就想 沒辦法 真的 more less 衝突 社會衝突 解決就很困難 一想到 包括我們連改 就會想到那個 國家任何 真的 這個要純而不論 這個需要大家去想 怎麼 不然台灣是少數 歐盟以後的 那個 他們的公民或是 也會有這個 你死我國 你死我 到底要離開還是死 要留下來 這個是對他 這個沒有說 我又要離開歐盟 又要留在歐盟 這個沒有 就是我又捅又捅 歐盟也會有這個 這個是英國 脫歐 對歐盟最大的影響 所以歐盟以後的政治 已經不是 未來的就是 你死我國的這個 社會衝突 可能比那個 摩尼斯 摩尼斯決定你拿多少 我撐多少 這個 這個好解決 你說我們沒辦法解決 你跟 你像宗教也是最明顯的 這很快說 這個我覺得 經歷學家還是蠻不大 不是我 我跟你講 這個也是經歷學家 這個經歷學家 也是諾貝爾經濟學家 合作 他當過非洲很多國家經濟部門 想要解決他們發展問題 他覺得 到最後不是經濟問題 在哪裡 非洲很多國家都是不同部落 形成的國家 不同部落都是 不是more or less 都是 你是我的 注意看這面 但是 這些國家 在都是 這個165的社會衝突很多情況下 他的政治模式又是贏者全拿 什麼內閣制啊什麼事 沒有辦法解決 很嚴重 所以他認為 這個情況下 協商取得共識 這也是未來歐盟 台灣也要找的 協商取得共識 多元 你也承認你多元 然後你那個 很多對立是無不解的 他要用這個 不然問題很大 他有發現到 台灣2000年以後 變成贏者全拿 選區變成大黨制 兩黨 獨裁制 沒有 其他生意都不見 但是 這種生意不見 你就會怎麼樣 台灣問題都解決了嗎 台灣選區變成贏者全拿 不管你是完全執政或是少數政府 都是贏者全拿 這個解決不了台灣的民主 所以台灣這邊的民主變成 2000年以前 一個日本學者 他都說過 台灣的政治上 角力鬥爭對抗 蠻激烈的 但是都會夥協 然後台灣社會或政治 進一步 向前進一步 2000年以後 鬥爭對抗都還存在 但是鬥爭對抗完了以後 不進步 就原理 你們怎麼解決 這個怎麼解決 你們應該去想 所以贏者全拿出大力 這是馬英九說的 南韓加持自由貿易協定 你聽聽看 總的貿易有已近台灣兩倍 台灣必須推動自由經貿示範區 你創造有益條件 答案 2000年到20… 2000年到2011年 韓國還沒有跟美中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那個時候已經貿易金額超過台灣 他的貿易金額超過台灣的人 已經是兩個英主 他認為他沒有發展金融服務業的本錢 那個金融服務業角色應該是 不是主導性的 而是衍生性的 製造業有發展才有金融服務業 台灣正好相反 在香港、新加坡都有問題 所以他一直持續發展 透過這個進口替代 發展 重發工業 其實台灣 他的總貿易或成長率 超過台灣是怎麼說 早在亞洲金融通報前 超過 要去看資料 他這個都隨便講起來 好 2000年到2010 2010對 沒有跟歐… 只跟歐洲簽 也早都超過了 2010以後跟美中簽都超過 所以跟什麼自由貿易協定沒關係 好 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跟自由貿易條件 自由貿易、自由協定有什麼 有什麼有另一條件 我看到這一檔真的 這一檔我真的打不出來 考試我真的打不出來 這有答案你們看一下 我把那個擺在我部落裡 這有答案 這很難答 這個邏輯上都是跳來跳去 第二個 這個更離譜 台灣經濟自由度以上升到第17年 還走不出悶經濟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勞動自由排名第125年 比中國還低 這是什麼 所以你從這邊你就看錯了 他說經濟自由 經濟示範區就是要推動人才流動 逆轉專業人才流失 我們要讓他回來 一定要自由經濟示範區當中回來 台灣有沒有投資機會 台灣的儲蓄一直超過國內投資 有超過我的儲蓄太多 問題是你沒有投資機會 這個很難打 這個也很難打 我不會打 你就跟他講 對不起 你真的心系中國 完全都想如何引進中國 這為什麼 你再看下一題 經濟示範區 因為要藉國內外大學合作 招收國際學生 營造國際化校園 這跟自由經濟 為什麼我們的國際化校園 一定要在自由經濟區 其實他真的心的想法 中國的資本 中國的學生能夠來 來 你真的要讓他來 也沒有他經濟示範區 這也很奇怪 你說我們在高雄加工廠 我們去畫一塊 台大 他一直想 台大就在那邊設 好啦 這個 實在 真的無言以對 你看 你問他 國際化自由化 一定要在自由經濟 台灣的 你要講哪裡的 積極自由化 還不夠 不夠 哪裡 坐下來 才能被經濟的 幫助 然後 不一定要在自由經濟市場 你先來講 你要國際化 自由化 要 就來全台灣 但是 你要共產 所以 這種題目都很難答 我在 試著有寫過 你自己看一看 他應該有寫過 好 差不多了 這個 後面的那幾題 不想到寫 哪 政府 因為現在太政府了 今天當然很幸運 是 老師幫你們 打地 蹲馬步的工作 我們在批評一個政策 你要先了解這個政策的脈絡 它的價值體系 因為 說實在的 我是搞麻功運動 搞了二十幾年的 我對自由貿易 對自由經濟 有一定 既定的 意識形態的一些偏好 我當然 不太相信 我當然不太相信 那 這是 馬政府時代的說法 我念一下 我念一下說 下禮拜日法院要審 今天下禮拜日法院要審 今天下禮拜日法院要審 由這個 國民黨曾明中 拜宏泰 賴斯網上民旗的案子 他們提案的說明的理由是 建議台灣正面臨 國際經貿網絡邊緣化 產業結構升級 陷入瓶頸 人才嚴重外流跟低 強期低薪困境等 重量經濟的挑戰 為提升經濟發展的 國家積得力 現在就要記得聽喔 落實 貨 出得去 人進得來 如果你是吉康 那個 我講說芝加哥南臺 吉康哥不好意思 我跟你對戰 我就覺得還不錯 我就一時期在 直求對決 對不對 我們就來辯嘛 辯說 到底這個事情是 對於台灣現有的經濟發展 是好的 還是壞的 那顯然 在那一波 為什麼今天的題目講說 資金區再席 就是因為 那一波已經被我們擋下來了 說不過我們嗎 說不過 說服不了整個社會 比較精細的講說 看了幾篇 現在的政府官員的回答 稍微有點欣慰 第一個想說 這是過去的經濟模式 台灣還要走特區經濟的模式嗎 我想稍微欣慰一點 想說 現在 現在的幾個官員 還有一些不一樣的看法 那當然 另外一個是什麼 另外一個是 那這一套的 這一套的模式 從韓國瑜講的 他不只講要挖石油 我之前的好幾場演講 都證明我2008年 就已經講要挖石油了 我比他先講 不過那時候要寫些 老寶的年紀 老寶的那個財務問題 從韓國瑜講的 獲出了錢進的來 到了前一陣子 15個國民黨的縣市長 聯合發起 想說台灣就是要 台灣就是要自由經濟示範區 跟剛剛他所擔心的 這會不會是美中貿易裡面 台灣又好像變成是一個幫兇 譬如說當Mate in China到中國 到中國要課20%的關稅 因為貿易必領有這個問題 轉過彎 台灣出去 90%都在中國 10%在台灣轉過手 變成Mate in Taiwan 那請問這符合他們的 假設了 就是我們對自由貿易 這樣一個概念 這符合自由經濟生自由貿易的概念嗎 感覺起來也不太像 對不對 所以今天事實上老師 剛剛幫大家整理的整個脈絡 不只是知情趣的脈絡 還包括說 這套體系 假設真的是那套體系的論述 它的脈絡是什麼 那我覺得接下來大家的對話 就會很清楚 那台灣的未來的經濟的發展 真的是要走這一套嗎 那現在已經有兩個提案在裡面 一個是賴石堡提案 一個是證明總提案的 兩個都是豁出的去 人情的來 那怎麼辦 但更準的是 現在的政府好像不吃這一套 那是他講說主管機構是經濟部 所以下個禮拜的大體質 大體型大 到底經濟部的關係要怎麼回答 這又是一個混亂 所以接下來的時間就開了給大家 大家一起來討論 大家一起來檢視說 那日進區這個事情 你的看法是什麼 我們要怎麼樣來回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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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間掉下來的政策 好來開放出來 今天這個議題很嚴肅嗎 沒有啊 好 以前把政府有個論述講說 耶魯會來自信區的特區余設分校 你們相信嗎 我是不相信 好 那特區在哪裡 這個 我們切一半好了 這一半是特區 這一半是非特區 那你會不會 差不多就跑進來 為什麼 你這邊就有豬出優惠 我這邊就沒有 你這邊就可以怎麼樣 我這邊就可以這樣 你要怎麼畫 這是不是問題 好 咧 沒有人往上點一下 中瑞為什麼 或者是說要對話的 他現在 我先講因為我自己講到 你國民王現在提 當然有政治夠好的意圖 對 那 一定成果當然 也許安國瑜 他如果真的 在報警告成的話 他會不會從自己來 然後 搞得更有 這樣 當然 當然是有 但 我覺得不可 我認為你 現在 你都發現不少台資回來了 那 我覺得其實 部分在回去不少台資 他是想要這樣的 這樣的東西的 那 他不見得 而且其實可能是很快的 那我也不是 等於說 其實有一些 民進黨籍的心理長 其實也 並不反對 責任區 這個東西 當然 現在中央只剩在路口 但不太也能夠 你應該想出來 那 我覺得有點詭訣 那 而且 因為 如果拿到2012那次選舉的今天的話 你不曉得 就是到選前 結果後 破台民家 黃雪龍 這樣的人又出來 然後說 你需要一個怎麼樣 所以 那看起來就是 有點微妙 對 不太遇到 因為我也蠻 蠻有興趣的心急 那時候 這進步 怎麼跟他們帶到 怎麼 怎麼接這球 對 所以我覺得有點 覺得很微妙 對 中央法律 好像是老師的學 哈哈哈 的確 這可能只是一個政治議程 它不一定是一個經濟議程 是 OK 那 這絕對是要中央法律才有辦法做的 所以 如果中央法律沒有做的話 就是怎麼樣 中央政府阻礙 禍進而來 我對不起 禍進而來 那這個真的要怎麼解 來 這個是有一點 來 還有沒有 好 來我們簡單 來 請教育一下 袁教授 就是以台灣這一個 這塊土地區匯匯的 一個經濟發展 長期以來 我個人是認為 台灣整個市民 美國租界地 好 那 如果說我們現在 呃 因為現在的 就是說 執政人 的改變 如果說把 這個 南台灣 尤其高雄為主 化為中國租界地 然後北部 就是說 北部地區 還是維持 作為美國租界地的話 那這樣子 對台灣整個經濟的發展 是不是也有好處 這個 高層好 來 那有沒有 不好意思 我覺得我可以提出幾個問題吧 就是第一個問題 是因為我其實還沒有讀過那個 法案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你是從事那個勞工運動的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在那個 自由經濟區 自由經濟區的草案裡面 他對於 區內的勞工 勞動條件跟區外 有沒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有沒有造成勞工權利的受贈 之類 就是他有沒有相關 的 法規 然後 第二個問題是說 就是我在想 就是在剛剛台灣當中 就是其實有非常多的政治人物 是把 就是經濟自由化跟政治自由化 經濟全球化跟文化的全球化混為坦 就是我在想 這樣的一個 那個 這樣的一個概念上的混淆 是不是跟社會脈絡 是有一定程度的關係 就是因為以前在戒嚴的時代 就是 有很大一部分 就是把那個 經濟不自由的共產主義 跟政治不自由化三個 好 雖然那個時候台灣自己政治也不自由 就是我在想 就是跟這樣的一個 可以實在有關 所以造成 其實有非常多 台灣人在這方面的 概念上的混淆 對 就是這兩個問題 相信姚老師 謝謝 林老師有進了嗎 題目 OK 我們再蒐集一個 然後就一起回答 馬英九的版本 馬英九的版本 跟這個版本 有一個差異性在 馬英九的版本 他那時候還有聽到外勞的使用 這個版本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大概也是我們攻擊的一個點 也就是特區裡面的外勞的配合 是不受這個原有的那個 那個就業服務法的影響 但是還是有一個地方是想說 因為它強調是人的自由流動 所以呢 它有一點像架空國內的某些法規 譬如說 它突然間就架空了就業服務法 突然間就架空了那個稅的稅法 突然間就架空了 譬如說 我們土地的變更的相關法規 所以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有點像泰山王嫖款的那種方式 就是把法律架空了 所以 那時候我們講說 那是一個自殺區 自禁就是自殺 上吊的那種地方 那 另外一個人講說 在行政體系上面 將來的自清區的那個 勞解是獨立的一個體系 這也是一個 我們過去打擊的一點點 那接下來就請老師回答 好 那個 把台灣誤會兩區 我覺得 我從來沒這樣想 這個對台灣有好處嗎 然後怎麼翻 我們台灣我覺得 最近 最近有寫的嚴重 就是 對自己 沒有決心 也沒意志 這些事情 也不想自己做 反正這樣不給別人做 別人來管 我覺得這個 這個蠻嚴重的 其實台灣的 說是 前進的來 或人進的來 台灣 違在講 台灣的超額儲蓄 從三十年前一直存在 一直沒有辦法解決 台灣跟韓國最不一樣的地方 韓國沒有超額儲蓄 韓國都要借外債 借 到國際借款來發展 台灣的問題 或者 要出去 出去是你要賣不掉 那你的產業政策是哪裡 我很不客氣講 五加二 我就聽不懂 你現在問任何的人 什麼叫五加二 我一直在講 你所有發展 經濟發展 要解決的就是一個 解決台灣基層民眾的生活問題 他心血不長工作難找 你跟他講 我五加二 三加八 都沒有用 對不對 台灣的問題不是錢不夠 因為你沒有投資 你就沒有工作機會 所以人要往外跑 沒有人願意 跑到國外去 這個你要檢討 你不要再跟口號 我這些口號不太開 或怎麼出去 我現在講個例子 1987年 那個時候 我剛回台灣 台灣經濟研究院 做了一份報告 台灣那個時候 台灣跟韓國都要發展汽車工業 我做了一個很詳盡 很詳盡的汽車產業報告 評估所有的parts 各項怎麼樣 造車的品質 兩國隨優隨裂 裂了非常多 哪一項台灣造的比較好 總結問 兩國造車的品質 不相上下 各有千秋 那是1987年 到了2007 不要說2017 政府有沒有決心嗎 有沒有決心要解決自己的問題 你自己的問題啊 你沒有決心 沒有意義要 沒有意志要解決 沒有人要幫你解決 好不好 我就是講這個 我們現在都是 我這裡面有講到 對不對 一方面 不希望政府 我真的不知道 另外一個政治民主化 跟經濟自由化 畫上等號 那個確實是因為解決 前後你要達到威權的外來體制 唯一用的方法就是把他黨國自由主義 第一次打敗 但是打敗完以後 不是還是要經濟 不能就被綁架了 我們現在是被經濟基本教育派 自由經濟的基本教育派 綁架 從90年代綁架到現在 現在所有的問題你就要看 市場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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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我跟你講 自己的問題 假如我沒有決心 一直來自己解決 沒有辦法 你想想看 因為那些很多都有學生 真的是 沒有決心 真的 所有問題都要自己解決 我們現在的問題 你看 這個認真我們越來越糟 沒有在解決問題 沒有說 我這個問題我就跟你講不清楚 要做什麼 沒有 不知道 再生能源政策 一個公投 就要把2025 要弄掉 人家一罵 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 內政部 經濟部 對 再生能源裡面的很多廢率的問題 土地群的問題 兩部是一切不一切 這時候做了一個領導人 就是出來要解決問題 對不對 然後你擺在那邊爛 然後你在講到什麼 雞毛蒜皮的時候 雞毛蒜皮 機車什麼 那邊 就能排擠 那個 那個就是 就是 無絕心無意 你 一個領導人 沒有辦法 給國家指引大方向 堅持大原則 人命不會有信心 就很簡單 就是這樣 這個 這些東西你看是 三代一代不如一代 不好意思 無言以對 那個不要 我們不要想說 讓兩個經濟租列區來競爭 那人還是會跑來跑去 那你說這個南部的 是屬於中國的 那北部屬於美國的 那兩邊還要護照嗎 那台灣還是一個國家嘛 這表示台灣的問題 台灣不想解決 你要來國外 市場競爭來解決 這個我實在是不能打 抱歉 來 還有沒有 大家好 因為其實 當時我有聽過 資金區示範區的那個公聽會 然後說實在的話 我聽到 我是覺得是說 當時是想要跟福茂跟貨貌一起 雙滾定型 那現在既然沒有福茂跟貨貌了 那資金區單獨這樣子 要過草案 我是覺得有點怪怪的 我想說老師要怎麼看這件事情 客區裡面 就是小福茂 就是小福茂 簡單的說 應該就是這個樣子 如果 如果說 以他的架外跟精神來看的話 特區裡面 就是 沒有任何法律規定 跟法律規範的福茂都過馬 這其實是問題的根本 也就是說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今天要辦這樣 資金區再死 再死 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 大家感覺起來 好像資金區 接下來他們回來 從美國 會講說 資金區發大財 大家好像會覺得蠻好聽的 但是真的是如此嗎 那這樣的一個模式 它真的是當下台灣的 要的經濟模式嗎 我覺得這是我們要釐清跟 要了解的 然後 然後去 努力的 跟大家面對說 那到底 未來我們期待什麼樣的一個台灣的經濟模式 但是我回家裡的問題就是 資金區 簡單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 沒有任何法律條例的 無貌 無貌 還有嗎 來 不好意思 我有兩個問題 就是 剛剛有提到說 有15個新事首長 聯合發聲明說 要資金區 那我們擔心的是 假如 天馬行空 資金區的範圍 擴及到全台 甚至全國化的話 那國際間 會怎麼看我們台灣的經濟發展 我們的經濟地位 會有任何什麼影響 這是第一個問題 再來的話 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剛剛老師也有提到 就是 這比較可能 學理一點 就是剛剛老師有說 台灣以前的貿易政策 是從進口替代 現在慢慢轉為出口導向 那出口導向之後 有可能會在 因為成本的關係 又回到進口替代 那我想問 貿易政策 就會只有在這兩種 貿易市場裡面做循環嗎 或者是說 有一三種 或者是其他類型的貿易政策 可能有成為主流思想的可能 好 我們再說幾個 然後 我們就請老師回答 就 先做 總結這樣子 欸 好 來 剛剛老師有講到那個 就是台灣 有那個 就是 那個儲蓄 過多的問題 然後那個 就是想問 那個 未來那個台灣 可能可以 發展這種程度 就是 就是 怎麼解決這些問題 那個 當然 這個當然 兩個是原 那個 進口替代跟出口導向是 基本的 類型的 其實它可以 之間的靈活運用 或者它的一個組合 可以很多種樣式 我覺得 這個 我在上面有說過 韓國 它 在到了 1997 那個亞洲金融通報後 它採取的策略很簡單 你看看 在你國內市場才進進口替代 這個的運用裡面就涉及到 這個 類型 我剛剛講的出口導向跟進口替代 是基本的類型 你的組合一多類後 當然要看每一個國家 這個 第二個 我剛剛稍微要再講一下 至今區 其實就是想要中國人來 沒有 那個 中國商品到台灣有什麼限制 你跟我講 只有 它這是一個 胡茂協議的 變形吧 先在台灣破口 然後你們就 讓台灣 好 而且利用這個把台灣加口 對不對 你說 中國商品什麼不能來 他講很好 什麼不能來 或出去 台灣的 或到中國是很難出去的 但是中國或到台灣 你跟我講什麼 不能進 小型的胡茂協議 這胡茂協議的一個四點 然後破了 現在已經破了很殘 現在已經破了很殘 在忠孝東路 京東大抗 我跟你講 他就是利用 體制不一樣 在台灣 利用台灣的法令規定一切 做他的事 你問他 你知道嗎 那我沒有去中國 有這樣嗎 可以這樣嗎 這個 這個 這一破口沒關係 我現在已經 金面很大條 我都講一句話 沒有台灣 沒有辦法 我跟你講真的 沒有辦法 已經到了 真的是沒有辦法 剛剛還有一個問題 我忘了 什麼問題 就是特區的那個區域 對 台灣會不會變成是一個變成產 因為台灣就是一個特區 其實他的條文就是這樣寫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這個 因為 就跟那個我們的公投法一樣 大家競爭加碼的結果 地方政府加加加加 中央假如沒有出來處理 中央馬上架狂 但目前要加碼 一講到至今區 哇 我也爭取到了 我對我的選舉有加分 這一加碼的結果 台灣怎麼會 我會聽用台灣 其實 就是 在之前 馬英九時代的那個版本 它就是一個完全的破口 請問一下 你要怎麼畫那個特區 除非你用 一些 川普 把那個 木管 把那個長城 把那個牆圍起來 否則的話 你前面後廠 就破了嘛 那 那個 那個區裡面的人 廠商 你要怎麼去流動 你要怎麼去管制 因為 就這個區裡面 它就有一定的那樣的優惠 那在他們的版本 新的版本裡面 更是如此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現在我們在地方有一些 小融出口區 科學園區 民東有農業園區 使用申請也可以成為 怎麼樣 那 自由經濟示範區 那自由經濟 已經不是示範了 自由經濟特區 所以簡單的說 就是整個台灣都淪陷 的這種情形 那我覺得 第一個 我們今天大家也聽講說 你對自由經濟的看法是什麼 勞務團體有一套既定的邏輯 跟理論的基礎 我們當然不信任 包括福胖禍放的時候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在跟廠商講說 雲林你的醬油 有辦法跟中國製造的醬油 評價格嗎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去雲林醬油的時候 那個醬油工廠 就對著旁邊的經濟部員講說 你這怎麼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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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我今天才知道 原來福胖進來以後 將來 它就可以設定 它就可以怎麼樣 先鋪市場 然後貨爆一進來 整個貨直接進來了以後 你覺得小吃攤 會跟你拿醬油嗎 你覺得小吃攤 或者一個小賣場 會跟你買醬油嗎 雲林醬油的那個老闆 就覺得說 這個對我來講影響很大 不過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說今天 先借大家的手 謝謝小林老師 這是一個聯組的議題 這是一個聯組的議題 這不只是 這不只是一個經濟政策 貿易政策的問題 這是一個政治的議程 OK 這是一個政治的議程 我今天 所有的這樣的決定 都是這個政治的決定 那將來 它因為這樣的一種經濟 或者包裝的經濟 或貿易的政策 但是它破了一個孔以後 我覺得未來台灣 這個 這個 這個也不能講說 偏優台灣 我們還是要拼吧 對不對 在另外圖地上面的人 我們還是要拼一下 講說 我們怎麼樣去 把台灣的 至少有一些 有一些 房貴性的東西 做得更好一點 那這種完全架風 法規的那種模式 絕對不是一個 台灣當下 2019年 我們 要了這樣的一個經濟政策 那我再舉一個例子 樓上有一本書叫做 吳敬平老師寫的 叫做尋租中國 OK 台灣 台灣 台商 在 中國的 角色 有一套 有一套理論 包括 吳敬平老師 那本書裡面的 廣東模式 替中國的經濟 賺了第一桶金了以後 好像就 這樣子就 就打起來了 但是 大家也不要記得 1989年 當全球的資本 都在撤除中國的時候 是誰來幫中國穩住了 那樣的一個 獨裁的 位置 就是台商 就是台商 有很多很多的書 就有一個關係的事情 那現在 當中國的全球 全球工廠的這個位置 已經遭遇到威脅的時候 我跟你講 這次的中美貿易大戰的話 東南亞國家 的確是受費 比如說 從西亞族的倉庫裡面 把貨載出來 載到馬來西亞跟越南 重新包裝一公斤 一公斤 一塊錢的美金 重新包裝以後 再訂回去 關稅就 就不一樣 的確是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但是 當中國的經濟 在全球的 那個 那個體系裡面 遭遇問題的時候 難道我們 我們要幫他解套嗎 這是一個 我們必須要好好思考的問題 我們真的 真的在當下 要幫中國解套 這個事情嗎 我覺得 在 這些縣市長的 連署 以及提案 或者立法委的提案裡面 坦白講 坦白講 可能沒有太多 經濟 經濟理論 或經濟 因素上面的考量 而比較大的考量是 政治性的考量 這是其實 這是我比較擔心的 如果你是經濟上的考量的話 那就招數了 我們來面對 看怎麼樣的 因為靠經濟的體系 是適合 當下的台灣的 對不對 但是如果它是一個 政治性的考量的話 那很抱歉 過的話 真的是天憂台灣 好 好 好 那就靠你們 對不對 你們要去 這樣我們又不能進去 對不對 好 那 還是要再次 這邊 這邊 借大家的手 謝謝一下林老師 從宜蘭過來 好 那也請大家的手 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那 讓我們做一個工商服務 我們這個 下禮拜五 十九號 有一個 走毒台灣民主的活動 就是這家店 舉辦的 走毒台灣民主 副標題是 台灣社會亂源 基地一日遊 好 那 一點從這邊開始 然後 我們會到 地球公民基金會 會到貝斯聯盟 會到勞政 會 有阿伯 後面的人會 會代任導遊 我帶大家去看 318的時候 學生從哪一個點 拿進去的 然後 他在哪一個 哪一個地方 跟 好吧 這不能講 好 由他自己來講 那 晚上 回來這邊吃飯了以後 晚上的折舞 下禮拜五晚上折舞 是賴宗強 跟大家來討論 台灣民主的下一步 我們要怎麼走 民主防衛 民主真的會死掉嗎 我真的有點擔心 民主的漏洞 當別人是藉由民主的漏洞 來攻擊你的時候 那你怎麼辦 你怎麼辦 那我們就好好來討論這個議題 那那個活動是有收費的 那那個活動是有收費的 所以請大家 歡迎到我們的 本事業去看 這卓轉有書成功的咖啡 本事業去看 這個活動 那歡迎大家報名參加 那 也 借大家的手 謝謝 我們哲吳的職工 哈哈 還有來 謝謝我們 謝謝大家 謝謝